谁呀 这是谁呀 这样敲门啊 来了 谁呀 谁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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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冤家上门来了 我说怎么敲门敲得这么响啊 真是稀客呀 你以为我愿意来呀 要不是我们老岩石大体懂分寸飞让我过来 你就是把他大叫抬我 我也不会来的 你家呢 我知道 昨天晚上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上哪儿去了 我怎么清楚 和烟川在一起我就没有多问 我儿子也没回来 他们两个不会到酒店开房间去了吧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都是过来人了 这一点你还不理解呀 这叫小别胜新婚 懂吧 可没看出来啊 你还挺开明的 你怎么不拦着呀 你女儿好不容易怀上了 万一流产了 她今后就别再想进我们严家大门了 干嘛老是严家大门严家大门呢 老是把自己抬得这么高干什么呀 我的女儿又不比谁矮一截 况且复婚的事情是你儿子提出来的 那好 他们不在 咱俩谈谈 我就知道你为这个事情来的 干嘛逗这么大的圈子 屋里坐吧 得知高点 好 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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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醒了 睡得好 睡得还不错 比在你家好 在你家呀 我老是提心吊胆的 老觉得你妈要叫我 你那是神经过敏 信不信随你 好 我信 对了 以后呢 咱们可以 同在一张床上 但是你绝对不能又雷池一步 知道吗 你保证 好好好 我保证 表现不错呀 煎熬啊 你就忍着吧 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我 我要是失去了他 我们就没有未来了 就真的不能走到一起了 我从来就不相信 一个孩子是维系一个家庭的纽带 你少说大话 一个家庭要是没有孩子 那是不完整的 在传统的压力下 迟早是要散伙的 你敢保证吗 如果我肚子里没有这么一个小生命 我们还能躺在这儿吗 你难道就不想当父亲呢 气得怪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解人意啊 不抽风了 我抽什么风了 你呀 只要你以后不再折磨我了 我什么都能容忍 任何压力我都能够顶得住 吹一牛 你有那么伟大吗 你呀 只要能把你妈搞定 我就服你 谢谢啊 不客气 想谈什么就谈吧 那我就直说了吧 米家怀孕了 言传想复婚 老颜也劝我 我挡不住 可是我不表态 但是我得把话说在前面 她怀孕期间 我是不会照顾她的 所以麻烦你 好好伺候伺候她 这是一万块钱 就这么多了 我自己的女儿 我自己会照顾 就不用你操心了 可如果复婚的话呢 我倒有个条件 条件 你说你要跟我谈条件 对 说吧 这样啊 你以我女儿的名义 给她们在外面买一套房子 当然对于你们来讲 这不算是难事 是吧 往后她们小两口呢 就住到外面 这样既能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大家还可以和睦地相处 当然你不要担心 我的女儿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好啊 不好 你还挺会算计的嘛 我凭什么给她买房啊 凭什么 按照传统的习惯 我们嫁女儿是要收彩礼的呀 我不但没有收你们家的一分钱 我还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 给我女儿置办了嫁妆 是不是这样啊 我是希望孩子们幸福的 可是我对你们家 以往做事情的作风上来看 我就不得不以防万一了 万一今后再过不下去呢 又离婚怎么办 又净身出门呢 那对我的女儿就太不公平了 你还说不图我们家钱财 你说着说着尾巴就露出来了 什么尾巴呀 我请你在我的家里讲话 嘴巴放得干净一点 我们要是图你们钱的话 这次离婚 颜川的财产我们就应该分一半的 想得美 颜川有财产吗 他有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个裙光蛋 所以啊我跟你谈 没什么好谈的 你家算什么呀 想嫁得我们老颜家的女人多了 他爱生不生我们不稀罕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你 赵才侠 我一直说 你们就是马蹄巷的小市民 一点都不过 恶俗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就是一个沙场的女工吗 我们彼此彼此的 要走赶紧走 我们不欢迎你 你等着吧 你家 休想再踏进我们老颜家半步 给我滚 马上滚 我不稀罕你 你骂人是吧 这话 这话可是你说的 对 我说的怎么了 我说的怎么了 等着瞧 希望如此 赶紧滚 不是个东西 快走 我们要退浴了 抽风 妈 你跟谁吵架呢 都把我给吵醒了 八点钟了 你不用上班了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我今儿休息 对了 妈 米强去哪儿了 米强 晓芸 您去哪儿了 你总联系不上你 还以为你不想见我呢 怎么会呢 我忙啊 你说你怀孕了 我能不管吗 我连工作都没做 特意从香港赶过来 怎么样 身体好点了吗 你还知道关心我 你说 这怎么办啊 要不 我们先结婚吧 结婚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怀孕了 其实我父亲一直重病在床 我妈逼着我结婚 给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 非要让我娶她 你说怎么办 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的话 不把娃娃气死才怪呢 怎么说你也是冯村出来的对吗 要那样的话 我就成罪人了 我良心上不安呐 晓芸 你能理解我吗 米强 你不会不要我吧 晓芸 我发誓绝对不会 但是咱们俩的事得慢慢来 我不想让你 给我爸妈留一个坏印象 你想啊 咱们俩是未婚先孕 像他们那儿的老封建思想 谁接受得了啊 你说呢 那现在怎么办 要不 把孩子打掉 咱们俩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不相信我吗 晓芸 我答应你 等我父母身体好一点 我马上带你去见她 像你这么 纯洁漂亮的姑娘 谁家的父母不喜欢呢 以后住在一块 也好相处不是吗 我最讨厌那种 为了爱情硬碰硬 弄得一家人跟仇人似的 何必呢 你就会糊弄我 不是 那好吧 都替你呢 晓芸 晓芸 这儿就对了 那 走吧 咱们现在就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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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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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 到家了 快进去吧 你妈不在家 我一个人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儿就是你的家呀 给 记者不要再还给我了 又一次就够了 言传 你能不能破例一次 就别去公司了 在家北陪我吧 今天不行 严实要在溪水山区建个啤酒厂 他们的人都来了 我能不去吗 在溪水 没去过吧 那个地方景色不错 矿泉资源非常丰富 有机会带你过去看看 行了吧 只要你妈别给我脸色看 我就谢天谢地了 现在不会了 有我爸出名 我妈已经同意让我们复婚了 好了 别再想这么多了 对胎儿不好 明白吗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可以好好表现的 快去公司 早点回来 办完事我就回来 自己相信 走了 自己相信 走了 别搞的 和别了 快走 快去山河 快去山河 走 快走 你别踪啊 你别踪了 找你干吗 小云 这儿呢 走走 慢点啊 你好 男同志等在外面 好的好的 小云 别害怕啊 无痛性的 眨眼的工夫就完 干嘛不选择要留啊 那多方便 花时间嘛 还不保险 万一留不下来怎么办 瞎耽误工夫 你不是这么不喜欢这孩子 怎么会呢 别想多了 让人笑话你 去 米强 我真的很想留下她 小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咱俩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听话好不好 听话啊 快 走走走 我给你买补品 等会儿来找你 啊 麻烦你了啊 好进去吧 真麻烦 那是你躺下吧 哦 好 你是叫善小营吗 对 几个月了 两个多月了 已婚 是 第一摊吗 对 第一摊呀应该是最好的 都已经接婚了 又没有服什么药 干吗不把它留着呢 像你父母都在国外 家里条件那么好 真的不会嫌弃我吧 不会 虽然我大学刚毕业 可我们家是七水穷山区的 是农民 农民怎么了 真舒服 这样啊 咱们俩结婚以后 我归你领导 早请日晚回报 移到程序上部头 你说 这怎么办啊 要不 我们先结婚吧 其实我父亲一直重病在床 我妈逼着我结婚 给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 非要让我娶她 你说怎么办 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的话 不把我爸气死才怪 对不起大夫 我不想流场了 你确定吗 对 为了将来 我想生下这孩子 我一定要生下来 干什么呢 妈 你回来了 谁让你做饭的 流产了怎么办 妈 不会的 我会小心的 做那么多菜干什么呀 这都是您爱吃的 您先坐 一会儿就好了 严川呢 去公司了 昨天晚上 你住哪儿了 我一直在家里啊 哪儿也没去 是 我去你家了 你妈没跟你说 我手机忘带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昨天晚上你们到底住哪儿 去酒店开房间了 妈 你家 你家 不是我说你 这是不是太浪费了 我们老颜家的钱 也是血汗钱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为什么不回来啊 嫌我碍眼 看着别扭是吗 不是的妈 您别多心 我没这个意思 是不是多心 我心里清楚 你妈已经跟我要房子了 她说让我 以你的名义买套房 说为了避免矛盾 让你跟严川搬出去住 她还说 要是不答应这个条件 她就不允许你们复婚 这个你知道了吗 我知道 她跟我说过 可我是最了解我妈的 她那是一时的气话 气话 她生气 她凭什么生气啊 该生气的是我 对不起啊 妈 李嘉 你不要以为你怀了孩子 你就捏住我们家了 你错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了 复婚的事等生完孩子再说 另外啊 回去也转告你妈 就说这是我们家的意见 就这么定了 妈 妈 妈 我知道 爸瘫痪我是有责任的 您恨我也是应该的 其实 我心里也很自责 所以 我打算复婚以后 要好好地孝敬你们 妈 妈 我保证我不要什么房子 我跟颜川 也不会搬出去单独住 您就答应 让我们现在复婚 行吗 你家呀 不是我心狠 我想了想 咱们都得面对现实啊 我们老颜家需要的是男孩 可是你万一怀的是女孩呢 谁敢保证你今后还能不能生啊 万一不能生呢 你自己的身体 你最清楚了 是不是啊 所以啊 照我说 从现在开始你就安心待产 这是个珍贵儿 千万大意不得 要特别小心 至于复婚的事呢 一切都看你生男生女了 听天由命吧 听天由命吧 一定要这样吗 是 如果生的不是男孩 复婚免谈 那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用复婚了 不管我生男生女 我会一个人把她抚养大 不会麻烦你们的 那好 随你的便吧 我们是无所谓的 空口无凭 立个字句吧 我等着你啊 明天啊 明天啊 怎么样 打掉了吗 打掉了 太好了 我这下才安心了 我这几天老想的事 什么事都干不了 明天啊 你不会把我甩了吧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 怎么会呢 你别瞎想 我要是颜色无心的话 我能来这儿吗 我在国外待着 你上哪儿找我去啊 对吧 你看 服务品我都买好了 我们现在回家 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 走 来来来 慢点慢点 走 慢点慢点 人家刚起 把扣子扣上 外边搂 妈妈 妈妈 吃饭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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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米强呢 找了他一天都没找到人 说好了他今天要陪我去逛街的 手机都不开了 没有没有钱 放什么逛呢 光看不买吃饱了撑的呀 那有什么办法呀 谁让我架了个裙光带 好不容易摊上个有钱的姐姐姐姐夫吧 还一点用都没有 可怜我们家米强 只能在外面散倒 他那点钱啊 够他一个人花的就不错了 你有意见 我哪敢有什么意见 是米强有意见 这些话都是她说的啊 她说什么呀 她说 别看姐姐平时对她不错 可是要想进严市门都没有 没有出息的东西 干嘛一定要进严市啊 妈 那可是个大集团啊 要是能在里面当上什么经理 少说啊 一个月八千 鬼才相信 严川妈妈那个抠门的样子 八千 八千个巴掌差不多 妈 是真的 我都在外面打听过了 不要真的假的 我们家有个规矩 就是我们全家人全都饿死了 我们也不沾严家的 你遵守也得遵守 不遵守也要遵守 知道不知道 妈 说句您不爱听的话 您知道 您为什么当了一辈子清洁工吗 从咱们马蹄巷的这头 您扫到那头 这要是换做别人哪 这工作早就换了 就是因为您太要面子 现在这个社会 面子值几个钱啊 利益 利益是自己的 吃饭啊 不要再啰嗦了 吃饭都不住你嘴 死要面子活受罪 李嘉 李嘉 你回来了 你小姑他们都来了 我家里有点事儿 我先走了啊 那我送你 不用了 不用麻烦你了 我自己能走 你怎么了 那什么怎么了 那就生熟得像个客人一样 出什么事儿了 颜川 你听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就彻底分开吧 别再复婚了 我真搞不懂了 到底怎么了 等孩子生下来呢 不管是男是女 都归我 希望你不要跟我争 就当是满足我的一个心愿 想当母亲的心愿 可以吗 不可以 有问题解决问题 你别给我扯远了 是不是我妈又说什么了 你妈说了 如果生的不是男孩 那复婚的事就别贪 别讲啊 你别听这些话 别往心里去 可能吗 我没法保证什么 我也不想去保证什么 也不想对不起你们家 你们颜家是一个大家族 需要男孩来延续香火 这种传统的观念 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也无可厚非 我呢 没这个本事 也顶不住压力 你想这么多干什么 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可是有句话 我憋到了今天 不管你爱不爱听 也不管你怎么看我 我必须得说 我不喜欢你们家 我不想硬着头皮过日子 连骑马的尊严都没有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不想再回头了 我们这边到你去 你去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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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给你去看我 是强人所难 我心里也要过意不去的 我更不想为难你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要怎么样 非要分开吗 是 那你告诉我 我算什么 你也无所谓吗 叶川 凭心而论 要不是有了这个孩子 你会来找我吗 你会提出复婚的事吗 别说你会 这不是我矫情 我绝对不会相信的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既然离了就离了 谁离了谁都能过 我绝不回答 我绝不回答 离家 你听我说 行了 别说了 说了也没用 我铁了心了 走了 小云啊 我妈来电话说我爸病重了 我得赶紧回香港 见你睡着了就没打扰你了 你都保重啊 多注意身体关门 我走了 米强 别忘了你的承诺 你说会来娶我的 我等你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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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啊 干嘛呀 你不是说好了今天要陪我去逛街呢吗 你跑哪儿去了你 中午跟姐哥们喝多了 我现在头还晕呢 累死我了 你累死我了 那为什么把手机也给关了呀 卡坏了 我正准备换一新号呢 真的 真的 我告诉你啊 你小子别跟我玩什么猫腻 你整天泡在网吧里 你不会搞网恋吧 被哪个女人给缠上了是吧 爽 是不是 你别瞎猜呀 你放手 你放手啊 你不相信我 咱俩都结婚了 你都不相信我 那都是虚拟世界的感情 全是虚的 只有你是真的 看得见 摸得着 你给我滚 我告诉你啊 不许你再去网吧 你听见了没有 早就戒了 我兜比脸都干净我泡个屁啊 我 滚 你别闹 闹什么呀 我跟你说正经的 什么正经的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这 你妈说了 让你去跟唐叔学烧菜 当个厨子 什么 让我当厨子 对啊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一把菜刀走天下 走到哪儿都不怕 我不去 开什么玩笑 我们家有阎川 这么大一靠山不靠 让我学厨子去 我妈什么脑子生锈了呀她 你说的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可是没办法啊 妈说了不许去求阎家人 这是死规定 什么死规定 要我说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谁也听谁听去 反正我是不听 我早就想好了 等他们俩一复婚 我就进阎市 就凭我跟我姐夫的关系 起码是一副总我告诉你 你等着 副总 你想的美吧你 副总 今天阎川他妈来过了 还跟你妈吵了一架呢 我全都听见了 真的假的呀 你 你 他们俩说什么呀 为什么吵架呀 反正我觉得 他们俩复婚这事 悬 妈 李嘉回来了 你干嘛去了 我去看了看摊位 我准备搞一个大排档 执照已经申请下来了 真的呀 那行啊 那我帮您一块干吧 你算了吧 你还是安心地给我这儿好好的待产吧 那我也总得挣钱吃饭 总得养活自己吧 什么意思啊 你和阎川怎么样了 他怎么没开车送你回来呀 妈 我说你也真是的 他妈今天过来 你干嘛问人家要房子呀 怎么了 我是为了谁呀 我还不是为了你呀 我又不想占你的 可您知道吗 我跟阎川复婚是不可能的了 我已经跟他妈都立过字据了 字据 什么字据 他妈说了 如果生的不是个男孩 那复婚的事就免贪 是吗 我听她说这话的那一刻呀 我都觉得 自己连做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 所以等剩下这个孩子 我决定自己待 绝对不求演讲 你家 走 我们找他们去 我们要把这些话全都跟他们讲清楚 妈 别闹了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而且 字据是我自愿间的 这还不够清楚吗 可是你家 行了妈 我真的太累了 现在我只希望 平平安安地生下这个孩子 好了 妈 咱们回家吧 好吧 回家吧 看见了吧 我就怀孕了吗 就自以为是了 她是不是希望我们去求她呀 她为什么要写这个 她为什么要写这个 你不会认为我逼着她写的吗 妈 是不是您跟她说 不生男孩 不生男孩绝不让父婚 是 是我说的 我们家的情况明摆着嘛 我们需要男孩 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这话说出来太伤人了 那也是有原因的 我好心好意地去他们家 还拿了一万块钱 可你猜她妈说什么 妈 居然让我给她女儿买一套房子 我凭什么呀 你说我凭什么呀 我心里不痛快 回来叨了两句 你看她那样 不得了了 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我欠她的我 我真服了你了 咱们就事论事 你干嘛扯孩子呀 而且买房子太正常了 正常 太不正常了儿子 她原来怎么不提呀 现在提 那就是拿孩子来要挟我们呢